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剛剛澳門這邊發生了一宗交通以外 這宗交通以外在鏡湖附近發生的 見到有巴士在欄杆的位置夾住了電單車 應該是電單車上攝的位置不小心夾住了 正常巴士不會貼到欄杆的位置 我們先看看影片吧 被人夾住了那個人應該幾痛 在這個位置看到巴士夾住了那個位置 但是巴士轉彎也很貼 正常不會這麼貼的 但是可能有一架電單車在這裏 都看不到了 一過過去就很容易夾住了 搞到司機都急了扭太扭盡了 現在就消防過去救他的 但是這樣夾住 你要開走車尾會再夾多他一下 所以現在他們就拿了電鋸出來 去鋸那個欄杆走 鋸爛欄杆去救人出來 因為如果只有一架電單車在這裏 正常就不會鋸這個欄杆的 就開一架巴士可以了 最多是巴士花而已 但是現在見到很多消防 還要拿一塊東西去蓋住 人免費事點火屎 就彈了到他身上 另一個角度看看 這個角度巴士司機都下來了 所以整天都說 在澳門開車真的要好小心 因為你很容易就會跌入一些這樣的陷阱上面 這個角度看到他在開鋸了 見到了 那我真的辛苦了消防員了 不知個人夾住會不會受傷 或者是怎樣呢 因為怎樣也好 都是希望這件事就沒有人受傷了 那不知哪裡找一塊布來遮住他的鋸 好啦 那我們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